周五将带来备受关注的美国就业报告 让我们通过旌旗之力来一探究竟 首先早上8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8月份英国建筑业PMI指数 7月份该指数小幅走低 上月下跌至7年来的新低 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7月份欧元区生产者价格指数 6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超过预期 主要受到能源成本强劲增长的推动 格林尼致时间中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 8月份美国就业报告 本次报告相当关键 因为非农数据会是美联储9月份 议席会议上要考虑的作为重要的方面 此外 最近两份报告均强于预期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的是 7月份美国贸易平衡 6月份贸易逆差扩大 主要是由于进口增长快于出口 同时还将发布的是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6月份贸易赤字变化不大 主要是由于进口和出口 以类似的速度增长 下午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7月份美国工厂订单数据 过去两个月订单一直在下降 我是亲阿斯哈利尔 您正在收看的是9月2日周五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周一的相关概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